曾经在二战东线战场上 叱咤风云的苏联传奇狙击手 直到退役 一共狙杀了368名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这名苏联著名狙击手退役后 收到了来自一份德国夫人的来信 信中写道 你的烟斗上是否也有我死去儿子的标记 你杀死了那么多德国人 你为他们祈祷过吗 这名狙击手回复道 我不记得每个德国强盗和杀人犯的名字 只知道是纳粹和你的儿子侵略了我们的家园 如果还有下次 我会毫不犹豫的奉上每一颗子弹 他就是苏联著名狙击手谢苗 1900年 谢苗出生于外卑加尔边疆区 是一名通古斯人 通古斯人是传统的鱼猎民族 以打猎捕鱼为生 1941年6月22日 德国单方面的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发起巴巴罗萨行动 苏德战争爆发了 谢苗在刚刚入伍 并没有展露出有射击天赋 又因为身材矮小 于是被分配到了崔石班 当一名火头兵 后又因为种种问题 被分配到了卫生牌 因工作较为简单 谢苗表现稳定 而且很快谢苗就在战场上 展露了他在射击上的能力 由此 谢苗开启了他的传奇生涯 在一处火车站 四名女狙击手刚从学校毕业 将乘车前往前线 老狙击手萨莎 负责接应他们 车队临走时 成为医疗兵的谢苗 将被送到前方营地 于是和他们同坐一辆卡车 卡车上最漂亮的柳巴 吸引了萨莎 因为她是一个有名气的女演员 没想到为了保卫家园 她也参军成为了一名狙击手 正当所有人要见过木桥的时候 藏在树上的德军狙击小队 开始了他们的无形杀戮 首先卡车司机被击毙 萨莎赶紧让所有人下车 终于命令大家组成环形防御 不能开火 以防暴露自己 谢苗着急地跟萨莎说 孤军奋战的苏军士兵 就像被带在的羔羊 被德军狙击手一个个射杀 萨莎从镜子中 看到了狙击手的位置 他抬手一枪 干掉了一名狙击手 然而他也成了德军狙击手 要击杀的重要目标 中尉命令士兵向德军发起攻击 但刚刚走出几步 就被德军狙击手一一射杀 柳巴冲出掩体 想进攻德军 发现他的德军狙击手 并没有杀杀打 他们想引诱萨杀出来 柳巴被大师骂了回来 但瓦利亚又冲了出来 大师为了救他 中枪倒地 幸亏没有打中要害 一名苏军军官 被德军小队俘虏走 另一名军官想要杀了他 却被德军狙击手射杀 被拖走的苏军军官 挣脱了德军 也被狙击手一枪放倒 现秒告诉萨杀 德军的狙击手非常狡猾 这样下去狙杀不了 只有悄悄地靠近他用刀才行 德军狙击手准备撤离 因为离这不远处 就是火车站 听到敲声的苏军 肯定会来增援 但是一个狙击手 想要收拾了萨杀再走 这名狙击手打爆了卡车油箱 火势瞬间吞噬了卡车 所有人只能离开卡车 狙击手正想拒杀苏军女狙击手时 萨杀为他挡下了子弹 狙击手想要再次补枪 但这时的增援部队已经到来 他只能放弃 受了重伤的萨杀 认为谢苗所说的一切都应验了 这种大事牺牲在了战场上 苏军所在区域 距离前线有6公里 这说明德军渗透了进来 大卫臭骂 不知道是谁将这些乳秀未干的孩子 送来到这里 少将说 是我亲自从学校挑选出来的 4名女兵被安排在了一所学校教室里 因为战争 这里已是一片狼藉 上级给少将下达了命令 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少将承诺在7天内就会完成部署 大事为救这些女狙击手已经牺牲 如果单单用他们去完成任务 是不可能的 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找一名有经验的枪手 做他们的教官 于是大卫询问了所有部下 都没有一个人能替代大事萨杀 正当大卫要走的时候 上尉叫住了大卫 他想起了一个人 他是一名原始森林中的猎人 曾经和他打赌国 一枪就集中了500米外的目标 另一边的蟹苗正在被忽视调侃 少将得知这个人能用普通步枪 打中500米外的目标 很是怀疑 大卫向少将解释蟹苗这个人 他已经做过调查 尚未说的都是真话 于是三人将蟹苗交到了一个空地上 到底是不是尚未所说的那样 到了地方 蟹苗用习惯了普通步枪 不需要带有瞄准机能步枪 尚未将一盒罐头摆在了500米外的木桩上 蟹苗跪地就开了一枪 结果没有打中 这让他们大失所望 蟹苗却说 我打中的是500米外的松鼠 并且还打中了他的眼睛 另一边的女狙击手们 正在房屋里洗着热水澡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 战争结束后 尤巴还是想回到舞台 其他人有的想成为地质学家 有的人只想多生孩子 有一个大房子就很满足 这是从前线刚回来的几名士兵 想要偷看他们 却被把守的士兵阻拦 身后的姑娘们开开门 给士兵一个大的惊喜 但这名士兵却不敢看 泄面的精准射击 得到了少将的赏识 于是命令他训练 刚刚到来的女狙击手们 阿丽亚被大卫叫到了一边 说要一起散散步 由于这次任务非常特殊 他要阿丽亚每天详细报告 其他女兵的情况 但阿丽亚不是很情愿 大卫阅读过他的档案 威胁他一切都要听他的 阿丽亚最终只好答应 训练开始 尚未首先告诉姑娘们 一旦冲不住敌人的包围 必须将狙击步枪埋藏起来 德军最恨的就是狙击手 同样我们也是 只要发现你是狙击手 他们会毫无考虑的将你枪毙 本来欢声笑语的姑娘们 顿时严肃了起来 靶场上 姑娘们个个弹务续发 这样的聚集科目 谢苗表示没有什么可教的 接下来 就是在干扰的情况下 看看他们的设计如何 果真谢苗预测的很准 没有一个人能打住移动的目标 姑娘们不服气 让谢苗自己来打 谢苗走到前面 三发三众 这使得所有姑娘 对这个起毛不扬的黄主人 另眼相看 柳八的未婚夫却突然来到了军营 这让柳八很是惊讶 曾经的未婚夫背叛了他 和一个非常有名的老演员好上了 女兵们没有过多的时间进行训练 在少将的命令下 谢苗将带领他们执行任务 那就是打掉对方的王牌狙击手 他们的一个侦察牌 全死在了德国狙击手手里 于是谢苗带上两名女兵 在草丛中 扑斧向前 谢苗负责引出德军狙击手 他选到了一个掩体 身上背了一个假人 胡乱开了几枪 德军狙击手注意到了他 一枪打中了他身上的假人 这可怕烧将吓坏了 什么狙击手 刚上战场就被德军干掉了 然而就在德军狙击手得意时 柳八将他一枪狙杀 于是三人有惊无险地回到了阵地 没过几天 侦察连长被德军狙击手击毙 尚未命令谢苗一定要找出德军狙击手队长 谢苗受令来到了前线 他是苏军最强狙击手 此时他正冒在草丛中等待敌人的出现 不料却等来了几个打水的德军士兵 既然来了也不能空手回去 一名德军士兵被放了回来报信 不久后德军狙击手开始居高临下 搜寻目标 在一个坦克下他搜寻到了一名苏军军官 眼睛反射的光引起了狙击手的注意 眼睛男没有被打中 德军狙击手也因此暴露了位置 结果 但打中的只是德军狙击副手 队长古斯塔夫却在另一棵树上隐藏着 德军发现了坦克下面有人 于是炮击了坦克 爆炸引起的烟雾使古斯塔夫无法搜寻目标 谢苗趁机将眼睛男救了出来 大卫已经对阿丽亚纯言已久 这天晚上他来到教室里就开始对阿丽亚动手动脚 幸亏谢苗及时出现 阿丽亚这才免于侮辱 眼睛男想再次和柳巴重归救好 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沮丧了他来到树林里 却无意间发现了树上的德军狙击手 另一边还有德军坦克 他预感不好 于是跑回营地报信 不料却被德军狙击手击杀掉 这是一处医院 没有重兵把守 只有几名狙击手 因为事发突然 苏军炮军无法及时支援 驻守医院的苏军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虽然谢苗带领GG队伍击杀了德国的大量士兵 但依旧无法阻挡起前进的脚步 但最后还是依靠狙击小队和所有苏军士兵共同努力下 为炮兵的志愿赢得了时间 德军被打退了 那家在战斗中被击中肩部 需要休养 这时总部来电话 需要狙击小队和侦察兵渗透到德军那里 窃取德军的重要文件 大卫看烧将态度如此强硬 他只能接下这个任务 狙击小队和侦察兵被空降到了德军一个军官的湖底周围 德军在站台迎接了一位重要人物 他就是元首希特勒的副官瓦尔特 这时被炸下一只眼睛的胡斯塔夫出现在车站 他与瓦尔特是好朋友 两人相识已经很多年了 而瓦尔特来这里 就是送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给将军 呼送队在快要回到别墅的路口时 狙击小队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 女狙击手首先开枪 另一边的侦察兵悄悄潜入别墅 在狙击手的掩护下干掉了卫兵 瓦尔特在撤离撞死逃过了一劫 素军成功拿到了文件 胡斯塔夫随后也赶到 命令所有人对周边全面搜捕 四名女狙击手来到会合点 但他们却看到队友都躺在了地上 尚未也成了德军的俘虏 四人想反抗 却被德军抓了俘虏 谢苗藏在草丛中看到了这一幕 无难身旦力薄 只能从上机翼 被捕后的女狙击手没有立即处决 德军想玩一种骑马猎杀游戏 谢苗的机会来了 他藏在草丛中 当德军开枪时 谢苗趁机从背后击毙了德军 一个两个三个 不一会几名德军被击毙 魏斯塔瓦尔特也在其中 正当他下水逼出藏在水下的女狙击手时 谢苗从身后突然出现 成功将瓦尔特俘虏 柳巴藏在了一棵树上 正当他狙杀一名德军时 他被身后瓦尔特的叔叔打中肩膀 将军正得意的时候 柳巴却举击枪 狙杀了这名将军 将军被抬回了别墅 他告诉古斯塔夫 瓦尔特知道的太多 他不能被苏军审讯 言外之意 就是在必要时一定要杀人灭口 于是古斯塔夫集结部队 去救瓦尔特 谢苗成功将四位姑娘救了出来 为了掩护他们 他决定留下断后引开德军 谢苗在树叶上留下血迹 并向相反的方向势力 当古斯塔夫发现血迹后 为了保险起见 他准备了两手 两组士兵分开去搜寻苏军桥队 另一边的女狙击手们 倒到了桥边 他们听了谢苗主托的话 一旦过桥就把桥炸掉 当火药准备好之后 却发现身上没有火柴 瓦尔特很识相地将打火机拿了出来 古斯塔夫一直追击着谢苗 当他发现上当想要返回的时候 谢苗瞄准了他 第一枪没有击中古斯塔夫 被他的部下挡了下来 于是两人在树林里展开了对决 经过几个回合之后 谢苗终于打中了古斯塔夫 而另一支德军也来到了桥边 姑娘们刚刚点着桥面 就受到了德军的攻击 这时的谢苗及时赶到 击毙了追击他们的德军 然而只是受了伤的古斯塔夫 又一次追了上来 正当苏军小队撤离的时候 古斯塔夫一枪击中了谢苗 就在他换子弹的间隙 女狙击手已经瞄准了他 最终德军王牌狙击手被狙杀 苏军五人小队只是受了皮腕伤 带着德军俘虏回到了营地 谢苗在整个二战期间 总共受了九次伤 每一次都化险为夷 1945年德国投降 欧洲战场尘埃落定 全苏联人们都在为战争的胜利而欢呼 但他谢苗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他加入远征军外贝加尔湖方面军 投入了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 在战斗期间他击杀了15名敌人 而他的狙击队伍一共击毙了70多个敌人 有一项数据表明 二战期间每杀死一名士兵 浦东士兵平均需要2.5万法子战 而一名狙击手只需要1.3法 由此可见 狙击手惊人的命中率和击杀率 因此在四年战争期间 一共击杀了368人的谢苗 被称作最强的黄转人狙击手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